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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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有花儿香 江水已悠长 心中的梦在自掌 岸边飘来浓浓的香 靠醉了五腹十八磅 沾上了西台长高墙 满城的香味在飘荡 童有花儿正开放 银子无力藏岸香 虾骨柔青春断藏 铿墙的木垂大幽间 年岁的幽子依然相恩 沸河 沸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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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主编 电报 泉州战役已获大劫 明天报纸的青样出来没有 刚出来就被拿走了 被谁拿走了 江西的苏维埃政权已不复存在 这跑出来的队伍又遭受如此打击 凶多吉少啊 中国毕竟不是苏俄 郑夫君兵强马壮 他们就是再有信仰 也扛不住这些枪炮啊 这个人怎么看着有点 你瞎说什么呢 这 这上面不是写着呢吗 刘丁山又不是杨大江 这世界上长得像人多了去了 我夫君何许任意 怎么可能被他们抓了去 对对对 你不是有你的事吗 你快去忙呀 天军 这个青药 拿去 三十九 四十二 四十五 四十八 五十一 大小姐 你来了 二少爺 我爸呢 冬家有事去南京了 去南京了 冬家临走的时候吩咐过来 让我西厅大小姐和杨冬家安排 货已经准备好了 您先看看吧 天山 杨叔叔 我那儿的货被齐了 什么时候要出发 就等你一句话了啊 好的 我们明天就动身 行 娟儿啊 这提着 提着箱子干吗呀 要出去啊 妈 您瞧我这儿太忙了 没来得及告诉您 我要出趟差 出差 去哪儿啊 广西桂林 没几天就回来了 等等 是不是老邱给你派的任务 他也太欺负人了吧 我找他去 妈 真不怪老邱 是我自己主动要去的 赏孩子 那边打仗呢 人家打仗 我又不打仗 那不是桂林民国日报 跟咱红江晚报关系好吗 我就去报馆工作 不去别地儿 那也不安全啊 你说说这两家的男人 一个在南京 一个在古障 现在你也要出差 妈 我这得走了 不然赶不上车了 这 你多戴点衣服 天凉了 呆了 下一个 下一个 跪下 快点 赵汉清 各位兄弟 先走一步了 我相信 最后的胜利 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起来 几汉脚脖的奴隶 起来 全世界受苦人 撤什么着 满江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人力而斗争 刘丁山 我在这儿 别碰我 爷爷自己挥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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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走 快走 快点 走 走 走 快走 快走 进去 进去 军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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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哭 我没事 好着呢 你咋来了 我听见外面有枪手 他们在杀人 杀人 那是因为他们怕烦 可他们可能会杀了你 别哭 我就是吃这碗饭的 军儿 让你受委屈了 这辈子 恐怕还不了了 下辈子 我一定还 我不要下辈子 你这辈子欠我 你这辈子还我 军儿 对不住我 我已经查清楚了 抓你们的 是湘军的嫡系部队 我查的是贵军第十五军的 李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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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爸有些交情 更何况他们和湘军是死对的 这不更好吗 军儿 不管是湘军还是贵军 你都不能去招惹他们 他们现在眼皮子底下盯得紧着呢 不管怎么样 你都不能去冒这个钱 我希望你好好地活着 你死了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别胡说 我死不足心 如果你死了 家里的老人怎么办 大江哥 自从你八大大交 把我抬进门的那天起 我就已经想好了 这辈子 咱们俩要死一起死 要活便一起活 慢点 小心 慢点 小心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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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职业 体ibal arch ad 老板 喜欢吗 你知道我喜欢 宝刀配英雄 鲜花赠美人 我跟你说啊 我爸那儿 还真私藏了 不少宝刀呢 偷出来送你吧 还偷 算了 我今天能偷偷跑出来 后面没人盯着 我已经很知足了 你啊 你回去你就告诉他 本少爷我就是一把刀 也是奇了怪了 你说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爸对你还这样 她是你爸吗 我也纳闷了 你说你们两个人一见面就跟仇人似的 就好像上辈子谁欠了谁的一样 她欠我的 我 我爸欠你什么了 欠我一位好姑娘 好好开车啊你 你呀 用嘴滑舌的 讨厌 行了 谢谢你送我回来 我自己进去就行了 不是 这算是怎么回事啊 我送你回家 跟做贼似的 你说什么呢 怎么就跟做贼似的了 我这也不是怕你生嫌弃吗 要是被我爸看见了 不知道又要被捞到肚子上时间了 行了 我走了 我今天我就一定要送你进去 我就不信了 她能把你怎么样 二家 别进了 再见吧 小姐 我先下水了 你回来了 快走 快走 再见 爸 把门都看严了啊 以后绝对不允许这小子再进来 大人 这小子杀气甚重 恐怕日后会成祸端 不如现在就 不是我们想杀他 是他想杀我们 想杀老子 给他送过去 属下一定办到 但是 这招好使吗 你我都是九经战阵的人 知道以杀指杀的道理 按我说的做 是 描重点 知道了 东家 一遍不够 我们表两遍 东家 这金粉贵重啊 眼下可不比从前哪 市面上封闻 国府要用法币来代替银元 金银的价格是一路飙升啊 知道 都是因为美国政府的白银 收购法案闹的 是不是 东家 回来了 怎么样了 二公子工作的衙门可真不小 戒备森严根本就不让进 你说你是他爸爸 我不说还好 我一说我是他爸爸 连门卫都笑了 说我姓甚名谁 家住何方 有几口人 何时当上这分号的掌柜 他张口就来 造得我是无地自容 这么说来 我这次来南京 是见不着他了 也不尽然 据码头上的人说 二公子经常出现在 江边的货仓一带 二公子 别看了 徐大人没来 他命在下给你送一份大礼 他最好没来 省得脏了我眼睛 看你这话说的 他毕竟也是妙春的父亲呀 我情愿他没这个父亲 我知道 二公子是对红江的旧事念念不忘 当年令尊在长沙受辱的时候 徐大人真的是无 少废话 找什么事 带上来 走 小的到底哪里冲过你们了 请您明示 快 二公子 喜欢吗 姓罗子 你也有今天 二公子饶命 二公子 二公子 我错了 二公子 闭嘴 礼物在下奉命带到了 在下恳请二公子 尽早地离开妙春小姐 否则将来想报仇的时候 下不去手 少跟我废话 回去告诉你们家大人 人 人 我要定了 仇 我也一定报 常言道 忍一事 少一事 二公子是明白人 望三四而后行 不送 手对 走 二公子 您大人有大量 您饶我这一次 二公子 二公子 你饶了我吧你 二公子 我不伤你 二公子 就是这辆车 二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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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啊 二公子你饶我这一回 我 二将 刘叔 救命啊 住手 二公子 死了 我就知道他在外面学不了好 快走 离开这是非之地 快走 初儿啊 快走 我 我出去有事 去找杨儿讲案 爸 来 坐这儿 怎么了 爸 爸有点话想跟你说 什么事啊 您说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远离红江吗 是什么事啊 我们这一带人啊 是非恩怨太多啊 春儿啊 听爸一句话 你去北平也好 上海也行 实在不行 我带你去欧洲都行 只要你远离红江 远离红江人 行吗 爸求你了 爸 从小到大 我什么事都听您的 我知道您爱我 可是在这件事上不行 爸 以前呢 我总是看书里 或者听闺友说起过爱情 可我自己并不知道 什么是恋爱的感觉 您知道吗 爸 他说他在长沙等了我四年 四年啊 这个世界 有的时候很大 有的时候又很小 可没想到 我们竟然在南京又碰上了 我觉得这就是缘分 这是天注定的 爸 所以 所以这件事情 我肯定不会听您的 苗川 你要实在不听我的话 我就把你锁在家里 不让你出去 爸 你关不住我的 你就算把我关起来 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跑出去 你 而且再也不会回来 我一定要和杨二江在一起 这就是命啊 这就是命啊 别人都还要想避免 就是命啊 可以 也是命啊 可以 友谊 老的 你老是 你老是 帅哥 でも你老是 是鲜鲜的 都很鲜鲜 来来来 走 加油啊 你 你 刘伯忙着呢 好 请问老丈 此地可有一位姓杨的小伙子住在这儿 听说是有个姓杨的 就在二楼 你看看去 那边 那边 好 谢谢 好 老先生 请问您是找人吗 是 我找杨二江 您从洪江过来的 对 那您是杨叔叔 是 快请进 快请进 老早就听我爸说 洪江那地可好了 可就是一次也没去过 你爸爸到过洪江 对 我爸之前在洪江做生意 不过现在回来了 做生意 对 做洪庸生意 我也不太清楚 他什么都不告诉我 就在这儿 杨叔叔快请进 好 谢谢啊 没事 到了 快请进 您坐 我给您沏茶 姑娘 您也住在这儿 没有没有没有 您千万别误会 我和二江几年前就认识了 我平常没事 就过来帮他设施一下屋子 那是我唐突了 你别介意 没事 怎么称呼啊 我姓许 您叫我妙春就行 这房子啊是简陋了一些 平常啊 我要是不帮他收拾 就更乱了 小时候就懒 像猪似的 您可别这么说 二江现在可出戏了 他今天人不在 二江 二江 二江快下来 你看谁来了 那什么 您应该俩先聊 我先出去买菜去 杨叔叔您这么老远过来 中午就别走了 在这儿吃 尝尝我手艺 好 许安邦的女儿 六叔 他是他 他爸是他爸 那你就不替你爸爸想想 我刚跟妙春认识的时候 我真不知道 他是许安邦的女儿 这不是理由 这是任贼做父 你忘了你们杨家跟许家 有多少仇多少怨了 你当初离开家出来闯世界 不也是被薛言帮毙的吗 那您说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一刀两断 我办不到 您刚才看见那么好一姑娘 我没那么狠心 你小子连人都敢杀 心还不够狠哪 我听命于上面 我杀的都是该杀之人 而且刘叔 上次你看见那人 在他手里有四条人命 而且他一直在追杀我 好 上风让你杀谁你就杀谁 这事我管不了 但是你跟这姑娘 必须马上断了 从此不要有任何来往 刘叔 您说您生意都满天下了 还不够忙活 偏过来棒打鸳鸯 您何苦啊 我就是得给你们这对 糊涂鸳鸯当头一棒 孩子 你爸妈这辈子活的就是个脸面 你们杨家和许家不共戴天 这事要是传出去 你爸妈在鸿江怎么抬头见人 连脊梁骨都要被人给戳断了 我看怕被戳脊梁骨的不是我爸妈 是您吧 混账 咱们两家什么关系 你要娶了许妙春 那许元帮就成了我的拐弯亲家 你自己去跟着你 你自己去跟着你 那你去看 一眼干嘛 那你去看我 一眼干嘛 那你这个人 你去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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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也听听 你小子能说出什么道道来 您真别以为 我不知道你们那点事 因为一桶青带底油 你们两个都能 互相掐得两嘴毛 更别说因为 怎么说话呢 狗咬狗才两嘴毛呢 我失言了 接着说 刘叔 打小我就知道 家里挂着那张照片 我姐姐杨春不到一岁 没了 说是丢了 可您想啊 这没断奶的孩子 离了娘能活吗 我娘半夜 都因为这件事能哭醒 您夫人 我相阿姨 多少年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啊 后来家里给来信 说找着了 出家了 再说 长沙打官司 我亲身经历了 我看世界只要车 老弟 你说 尚可真是 那还有一双币 succumb 我知道 已经收拾牌了 你和 strateg子 行 准逻 就是不そう 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 你说 长沙 我是没逮着机会 可是在南京我见着他了 我想一下冲上去掐死这老贼 好啊 可是 可是我当着妙春 我能对他亲生父亲怎么样 您也是老江湖了 您说换做您 您能怎么办 你现在要是跟妙春断了 不以后就能杀许安邦了吗 真亏您能说出这种话来 许安邦再可恨 他的女儿是无辜的 妙春对我那么好 我杀他爸我是人吗 本少爷我从来都是秉承忠义二子 我不能干那禽兽不如之事 而且再说了 你们老一辈别老把所有包袱 全推我们小一辈身上 冤有头债有主 你们要是真有本事 你跟我爸妈杀了许安邦 你们杀得了吗 你的姓法 我们还是认识你 你也要是跟妙春分 我最好的 你还想问我 你再想问一下 我因为现在 那我跟妙春分 没什么 然后我说 你ど着我 我自己最好 你身为了 你个人 我都不願意 你对我 我自己的心理 别怕 他没想到 你你怎么做 你干着老公 那对不住了 将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 也有爷世界 咱有宰乾坤 你们老一辈 该怎么斗怎么斗 我们小一辈该怎么好怎么好 以后咱们就是桥归桥 路归路 各过各的日子 岂不皆大欢喜 刘伯 二姜 杨叔叔今天可有口福了 这寒复兴的盐水 呀 可新鲜了呢 顺路啊 我还买了一包羽花茶 一会儿吃完饭 咱再陪他去夫子庙转转 杨叔叔 看看 我给你买什么了 人呢 走了 走了 他非要走 我能有什么办法 你说你也真是的 你们那么久没见面 见一面多不容易啊 而且 我也是第一次见他老人家 好歹也得吃了饭再走吧 他呀 我估计气都气饱了 怎么了 你们吵架了 刀不通 不相为谋 你这话怎么说的 你跟你爷老官还刀不通 我要是有这么个爷老官倒好了 下辈子吧 下 下辈子 怎么他不是你 你听我讲 以后离他远点 他说什么你都别相信他 二家 听我的 没错 云香啊 好久不见哪 好久不见 来了金灵 也不跟我说一声 您贵姓啊 许元帮啊 那你那身皮呢 穿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还都活着 是啊 我看你们活得还都挺好 眼下诗句动荡 我是无所事事 不像刘董家 有一门手艺 吃遍四方 逍遥自在 我还吃遍四方 说这话你良心亏不亏啊 来来来 把东西放下 来 好嘞 这不敢当 一点心意 我们到里面说 你在这儿说不行吗 来来来 坐下坐下 你又要出什么 幺蛾子了 许元帮 没想到今天 好啊 了 不就会把自己谈到 跟他们担心 把自己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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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上 我会上 旋果 comed 吗 不会 您眼里 网上 不敢 我 过去在洪江 我确实很多事做得很过分 在你们眼里 我可能亲手都不入 那不管什么仇 什么怨 无非就是利使然罢了嘛 那今天我来 我说我是个商人 你的伙计很高兴地让我进来了 你是想说 你已经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成佛不敢当 只恳请刘董家发发慈悲 成全了这俩孩子 你也太高看我了 这话你应该直接跟杨同昌说去 那你说跟我算能一样吗 我还没等开口 别说杨同昌了 那整个洪江人都会觉得我 别有用心 你不是别有用心吗 连你都这么想 男大当婚女大当家 我还能有什么用心哪 我就想给女儿找个好的归宿 这没错吧 没错 但这是你们许家跟杨家的事 我算哪根葱啊 你不是他亲家吗 对 我是他亲家 然后我再去帮你说话 让你也成为他的亲家 对呀 那我岂不成了拉皮条的了 这怎么会这么说话呢 你说实话 我女儿人品如何 说实话 闺女是好闺女 就是有个混蛋爹 是这意思吧 你只要给杨同昌少句话 二将跟妙春成了亲 我保证不登杨家门 别把我当成甩不掉的狗皮羔羊 秦桧还有仨朋友呢 老子要办也不会要到他杨家门上去 是 旭安邦啊 照理说 你在南京应该有些根基啊 何必就叮嘱人家杨家不放啊 俩人在长沙的时候就好上了 我为了阻止他们举家搬到南京 那脸的又耗上了 我阻止不了 没办法 妙春为了二将 甚至要跟我断绝妇女关系 我这就是命啊 我们这代人的是非恩怨 的确很难说清了 但别牵扯到孩子身上 你我都是有女儿的人 我唯一的要求 就是让女儿有个好婆家 有个好归宿 要不然我死不瞑目啊 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刘东家叫还不肯帮这个忙 我就再退一步 只要妙春能八抬大叫 进她杨家的门 我就登报断绝妇女关系 就当没她这个混蛋店 你看如何 刘东家 刘东家 拜托了 徐先生慢走 刘布 刘布 真是火箭鬼了 找几个人 我来买 干啥 你跟上 好 东家 事成了 扛进来 当心点 放这儿 解开 好 二姜 怎么回事 东家 我没使多大劲 用这玩意打蛋 能不能回事 是囡调了 你怎么回事 挺好的 难道 住宅 都可以 快去找我 固住走 不然就会帮你解开 上 上什么船 上什么船 也比你上许安邦的贼船好啊 不是 谁上他船了 刘叔 我跟您解释过了 妙春他和许安邦不是一路子人哪 英雄气短 儿女情长 你断不了 我帮你断 您这就开玩笑了 这能说断就断吗 刘叔 你老实在呢 有什么话咱们爷俩到了红江再说 红 红江 不是 刘叔 这不行我还有事要办呢 刘叔 您再不给我解开 我喊人了我 把他嘴堵上 不是 你们干什么你们 二少爷 得罪了 住手 绑架军人是犯法 东家 东家 出大事了 怎么了 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到南京来了 陰湘 一言难尽哪 没有时间了 我 那不是我们家 姨老瓜 二江啊 对啊 你怎么把他给绑起来了 他的事情待会儿再说 家里出什么事了 你先把他给放了吧 不能放 他跟许安邦的女儿弄在一起了 许安邦勾心坏了 还找我来提亲 让我跟你说 什么 肿演独具 多分 死 bow 整一世 急忍 色流 市民 或是 一些遭不 西 徐 心中的梦在滋涨 岸边飘来浓浓的香 童有花儿香 江水已悠长 心中的梦在滋涨 岸边飘来浓浓的香 陶醉了五福十八磅 沾上了西台长高墙 满城的香味在飘荡 童有花儿章开放 银子墓里藏岸香 巷上到一天下阳 铿墙的木垂大幽间 年岁的游子已染香 陶醉了五福十八磅 沾上了西台长高墙 满城的香味在飘荡 童有花儿章开放 银子墓里藏岸香 下骨肉青春断藏 铿墙的木垂大幽间 年岁的游子已染香 点 一 一 em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